而华联市代会5月12号继续进行市政总咨询议程 分别由市民代表游振龄、田真琪、蒋邦法、陈慧清 平岛布定针对多项市政建设提出了意见 代表们希望市公所执行各项政策要能多面考量评估 并站在市民的立场设想 让市政建设真正可以符合民意需求 市民代表游振龄带了一个标榜超强功能性的婴儿推车 来凸显花莲市营造友善亲子环境有不足的地方 希望公所团队要尽数改善 市长在各项亲子的活动 友善亲子业局这个地方的父母 我想他非常重视这项措施 但是其实振龄也同时看到花莲市仍然是有许多 的这个公园的儿童设施 都是用这个黄线就是围起来的这个状况 那其实这次的主轴也是希望说 既然我们的市长这么的重视我们亲子友善的环境 那针对这些小细节如果可以做好 那其实我觉得地方的父母亲都是会非常有感的 那也希望说未来市公所我们一起朝向这个方向 来好好的检讨跟改善 市民代表田真奇提了三大具体建议给市公所执行任务做参考 那针对目前生育率下降的部分 我希望市公所也可以拟定生育补助津贴的自治条例 来跟上其他乡镇的脚步 针对美轮地区长期饱受垃圾之苦的这个垃圾掩埋场 未来将转型成垃圾转运站 那我提出了新建封闭式垃圾转运站的办法 希望可以更环保更干净的来解决我们垃圾的去处 中山公园儿童游乐区这个溜滑梯在背后有工程 目前看起来是不安全也急需要改善的部分 请市公所工程队能够加强的来处理 并且针对工程移交的问题我也提出了质疑 希望公所在这个部分也要拟定出相关工程移交 设施设备移交的办法 以避免未来有同样的汉事发生 资深市民代表讲帮法针对荣家大城新村前方的道路通行 提出了建言 最主要还是希望我们荣家跟大城新村旁边 那个主计划道路能够顺利地打开 让民心 民想里那边的居民也方便 跟大城出入 连接到上之路 跟现在十六湖大道已经通了 交通会比较便利 这个我提案多年了 但是因为牵涉到内部细部计划问题 我想这个大城新村要渡根 那先摆下来嘛 先把那个主计划道路开出来 让老百姓有感 就觉得说我们这路开始慢慢开始 大家就会认同嘛 比较会同意 市民代表陈慧清对于行人安全 也提出加强改善的方法 在台中有实施一个行车安全的改善 就是当行人在走在斑马线的时候 它的那个照明灯会亮 就照着我们的斑马线 让所有的用路人 驾驶人都可以看到 我们有行人在这边行走 来降低车祸的一个危险跟几率 我们到宜兰县去看了 去精进考察 看了那个所谓的宽品的一个方式 我们用租用替代购买 那这样子的经费又变少 然后又可以维护到普及化 到我们各项内车祸频繁的地方 这是维护到我们的一个社区的安全 原住民代表平岛布定 关心部落聚会所的管理维护 以及调节委员会需要原住民委员的议题 我们部落已经很多的介绍所 已经陆陆续续的完工了 但是完工之后延伸的问题是在于 他怎么去管理 像我是希望说 事工所能够明确告诉 这些已经完成的介绍所 这些任养或是这些管理的协会 怎么去有一套的管理方式 然后去借用方式 我们的调节委员会的调节委员的议权 是不是要增加一位我们的原住民调节委员 以备来让我们原住民在发生任何诉讼 或是说有一些困难点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帮忙 这是本期这一次的重点 代表们希望事工所执行各项政策 要能够多面向的考量评估 并且多站在市民的立场来设想 让市政建设真正切合民意需求 介绍汇坏市报道